台灣星期三舉行一年一度的雙十節慶典 慶祝中華民國誕誦107週年 慶典活動在台灣總統府門前的廣場上舉行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演說當中呼應美國副總統彭斯的講話 強調中國對台灣以及對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威脅 並且弘揚台灣的民主 以及他們為地區和世界和平、繁榮和安全帶來的正面影響 蔡英文還說面對著威脅和挑戰 台灣要沉著應對化解壓力 努力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和地區和平 蔡英文表示 捍衛台灣主權和安全的最佳方式 就是讓世界看到台灣變得不可滑絕、不可除代 美國副總統彭斯上星期在華盛頓 一個致富就美國對華政策發表長篇的演講 並且多次提到台灣 彭斯當時表示 美國始終相信台灣對民主的擁抱 為所有華人展示一條更好的道路 我要擊掌 我擊掌 若尊 像 掉 ! 變 正